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主 感谢你 每一个早晨 每一个晚上 你都亲自向我们献献 对我们说话 主 我们带着科目 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寻求你的面 愿你的面 向我们并不隐藏 主 我们现在求你的光 照在每个人心里面 也赐下祭祀 主 我们谢谢你 主 我们赞美你 主 我们敬拜你 哈利路亚 赞美主 哈利路亚 赞美主 赞美主 哈利路亚 和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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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北京时间 礼拜一到礼拜五 每一天的晚上 九点半到十点二十 我们有这样的时间 我们一起来 领受神的话 一起祷告 然后再去教 我相信 第一不会有抑郁 第二不会有失明 那我们来看今天神的话 今天神的话说 人要传说你可谓知识的能力 我也要传扬你的大德 我们基督教里面几个关键词 一个呢是信 对吧 你要信 那你要不信啥都没有了 你要信 那第二个呢 你信了 那你就要传 你就要传 你信了你就要传 其实这个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做的事情 我们要信 信是给谁信 信是给自己信 你要信 信完了呢 你要传 传是给谁传的 传是给别人传的 当然其实 也是给自己传了 但我有在讲 那最近啊 我是比较关注这个八语战争 那我自己呢 花了很多时间去看圣经 我也呢上网 看看其他的牧师 是怎么谈论这个事情的 然后这个在无意中呢 就看到了一个聚会 的一个实况 然后刚好这个牧师就讲到这一块 然后我就花时间听了听 那他就讲了一段 后来他讲了其他的见证 讲了其他见证呢 反而就触动很大 那我反而触动很大 因为我自己啊 我是跟着宣教师信住的 从小的家庭没有基督徒 我的爸爸妈妈也都不是基督徒 我是我们家里第一个信住的 在大学的时候 那个宣教师给我们传的福音 我信了住 那后来我信住以后 我又带着我爸爸妈妈 我的弟弟信住 是这么一个过程 所以对我来说 宣教是一个 好像在流淌在学业里的一个东西 我对宣教充满了热情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弟兄 当警卫有信心有感动 想去其他地方去传飞的时候 我就特别支持 我就特别支持 所以今天我在鼓励 中国军事警卫来美国的时候 一方面这是一个生存的问题 在中国可能真的会饿死人 到美国呢 我们只要这个踏踏实实的工作 至少一个人工作 养活一家人是没问题的 但是更重要的是 我是盼望 我们中国的弟兄 我们中国的姐妹 身上有一堂火 祷告的火 赞美的火 传飞的火 能带到美国来 因为美国现在的确是不冷不热 所以你就明白 这个牧师的心里面 是揣着两件事情 一个是对弟兄 对姐妹的爱 希望弟兄 希望姐妹 往个地方 人挪活 那另外呢 是对这个福音的一个负担 那我希望我们的弟兄 姐妹带着我们神的 祷告的火 赞美的火 传飞的火 到这个美国来 就好像你们 听我讲到的 你们都知道 最近河南有一个牧师 他的同工来美国 你想想 他只是一个人 咱们上次来多少个 来了二三十人 咱们的街机啊 咱们的住宿啊 咱们的吃饭 这个没有让大火 不满意的 都是超过大家的期待 吃的也好 住的也好 吃的也好 那为啥呢 因为这个王牧师 带着洛杉矶的一些人 很火 愿意奉献 愿意付出 愿意付识 这个 那他们就一个人 去了一个 比洛杉矶更好的城市 是达拉斯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洛杉矶已经很堕落了 这个 这个治安也不好 教会也荒凉 但是达拉斯呢 如果对美国了解都知道 达拉斯在 Bible Belt 圣经代上 你就去 如果有机会 你去达拉斯 有看到 辩地是教堂 辩地是教堂 教堂不代表教会 教堂只是个建筑物 但是那里的人的信心怎么样 所以我就 我就问这个 要来参会的 他是来去达拉斯在会 我说你们 这个牧师跟这个 大会的主席 关系这么好 那个大会的主席 不安排接待吗 不去接你们吗 不去给你们 安排出事 都不管 都不管 所以他们去 交了钱 参加大会 大会啥都不管 完事 找当地教会 也没找到 所以今天 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这就是为什么 我鼓励弟兄 我鼓励姐妹 先来罗兰基 因为你去北京 没人理你 你来罗兰基 找王母师接你 所以 今天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我就想用这个对比 来告诉弟兄 来告诉姐妹 美国的教会 是比较荒凉的 大家的热心 也不要那么大 所以圣经说 到末世的时候 个人都专注自己 不去管别人 所以今天 这两个人 要去达拉斯 参加个会议 两个街机 都找不到 两个住的地方 都找不到 但是今天 我们二三十年 来罗兰基 我们持住 行动 安排得好好的 所以今天 反过来 也说了另外一件事情 就叫 事在于美 所以今天 你那边 你没有人传福音 你那边 没有人去服事 你那边 没有人带头去奉献 结果那边 就是更加自私 更加冷漠 没人管理 但是这边 虽然原来挺自私的 原来挺冷漠的 原来挺败坏的 但是有人在这传福音 有人在这带头奉献 就打了个样 然后 有更多人 奉献 我就讲一件事情 你想 王牧师的房子 也是租的 也租不下这么多人 好几个人主动 把房子拿出来 给我们免费住 免费住 然后王牧师 自己都没有车 你知道吗 那怎么上机上 把他也租过 好几个司机 开着他们 打车到机上 没有一个人 跟王牧师说 这一趟机多少钱 全是免费 所以今天 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前面 前面王牧师 免费帮他们 今天换来了 这些人 被王牧师的这种 这种生活 这种状态 这种 这个热心 感动 他们也愿意免费 所以今天 我们在 活动期间 我没有给任何一个 司机一分钱 这个 今天去那 明天去那 今天接个张三 后天接个历史 没有人说 不是我们这个 都很忙啊 我们这个 没时间了 没有 没有 只要打个电话 发个地址 然后继续给你接 安全的给你送到 所以今天 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 这是每一个来美国的弟兄姐妹 亲身感受到的 所以今天你问牧师 来美国花多少钱 第一 一分钱不花 第二 那得花老多钱 你想想 前面王牧师帮人 有的时候帮人 不是管用嘴帮的 帮人有的时候 也是真金白银 掏出来去帮他们 所以今天 我们在这里面 我们去 我们去想两件事情 我们去想两件事情 你平时你做了什么 圣经说 你做什么 你就做什么 所以今天 我们在洛杉矶 我们有非常好的 一个根据地 我们在洛杉矶 能给弟兄姐妹 有一个地方 遮风挡雨 那这个就是 前面 我们在这传了福音 就是前面 我们在这 照着主所教导的 爱邻居 就像爱自己一样 所以今天我们回来 我们看 诗篇145篇第6节说 人啊 你要做一件事情 你要传说 神可谓支持的梦里 所以今天 我在洛杉矶的时候 刚开始的时候 我没有做什么 刚来你能做什么 我就在这里面 传神以前 在中国做的事情 神以前 在我们教会 做的事情 当我们传神的 作为的时候 就有人的心 开始活动 当我们传神 作为的时候 就有人的心 被灵感动 当我们传神 的作为的时候 就有人说 那我们也愿意 有这样的生命 我们愿意有这样的生活 所以才有 洛杉矶的人 跟着我们信主 但是今天 我再传 我传洛杉矶做的事情 那我们也同样 激励我们 中国的弟兄 和姐妹 所以今天 你去回到圣经 你看 保罗是犹太人 保罗先在犹太人里面 保罗先看到 犹太人是怎么信主的 然后保罗就把 这方火 带到外邦里面 保罗在外邦里面 去传主的大能 主的大能 那个时候 外邦人不知道 主的大能 那个时候 更多是在 以色列这个民族身上 在以色列这个国家身上 所以保罗在外邦人里面 传神在 以色列神的大能 那外邦人信了主以后 神在外邦人身份中 也做了大事 然后保罗又回到耶路撒冷 跟犹太人讲 神在外邦人 做了神的大事 所以犹太人又被激励了 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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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 我们不是这个 陈子们烂骨子 说了没完 说了没完 因为这些陈子们烂骨子 对人来说是陈子们 对上帝来说 这就是上帝的大能和见证 若不是神帮助我 我早就在寂静之处了 对吧 圣经说的可以把这种情爱 若不是神帮助我 我早在寂静 你们知道 人的身体只能越来越差 不能越来越好 因为随着年龄增长 这个各方面都会老啊 都会久 保罗不也说了吗 我外体一天一天去不坏 但是我内心一天心思一天 所以我们常常讲后面一句话 我们一天心思一天 是心灵的心 然后呢 我们外体身体的体 这一天一天去不坏 所以今天亲爱的对方 亲爱的你们知道 这个21年我这个 犯了一次病 这个新疼 22年犯了三次 然后23年 一次没犯 而且23年比前面 21年比前面22年都累 为什么 忙活20周年 其实压力挺弹 因为这边没有太多人手帮我 基本都是我一个人在做 那今天亲爱的对方 亲爱的你们23年忙活了一年 到现在还有两月 11月12月7年过去 这一年没犯病 所以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若不是神帮助我 我早在寂静之处 按照这个22年那个节奏 一年新疼我翻三字 那我可能比 克强总理走得还早 你知道克强总理也是新疼走的 所以今天亲爱的对方 亲爱的姐妹 就是一瞬间人就没了 所以我有几次 哇这个当时那个医生说 这情况挺严重的 我自己非常清楚 那这都 这个这个这个 那个新疼那个感觉 没法描述 经历了就知道 所以当时我也没慌 我就是祷告 当时我也没慌 我祷告 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我自己非常非常清楚 是上帝救了我 所以人要传说 你可谓知识的能力 今天 我们信主的人 只要我们信 我们一定会经历神迹的 因为我经常讲 神迹 发生在你身上 神迹没有发生在他身上 神迹发生在张三身上 神迹没有发生在你身上 中文字 不是你读过书 他没多数 重点不是说你年轻 他老了 重点不是你漂亮 他不漂亮 重点不是你有钱 他没钱 神迹发生 只有一个条件 就是你有信心 我们如果打字方便 我们打字 神迹发生 只有一个条件 就是需要信心 哪里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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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我当牧师这么多年 经常会听到 人说 哎呀牧师我软弱了 哎呀牧师我软弱了 你一看 他软弱了 全是倒霉的事 然后我们能做什么呢 这些事太倒霉了 一个接一个根本帮不了 但是我们为他祷告 我们鼓励他 让他重有信心 让他相信神爱他 让他相信神没有 丢下他 让他相信神与他同在 让他相信神会绑他 信心来了 事就顺了 所以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弟兄 有生活经验的人 都会发现 当你倒霉的时候 当你不顺的时候 绝对也是你没有信心的时候 当你倒霉的时候 当你不顺 也是没有信心的时候 当你信心起来了 这个信心不是外面的 又喊又叫的 我信我信我信 这个信心是在里面的 在心里 在骨子里面的 我就是相信神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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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相信神与我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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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相信神会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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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不害怕 所以我不担心 所以当你 里面有这个信心的时候 一定有神经发生 一定有神经发生 所以亲爱的弟兄兄弟 总不是这么久 我看到那么多见证 我非常非常清楚 我非常清楚 你软弱了 就是因为你眼睛看见的都是失败 打击 痛苦 绝望 但是信心来的是怎么样 你听到别人讲见证 言见书他有个什么事 他祷告了 然后有什么神迹发生 然后这个时候你的信心就被调忘了 所以亲爱的弟兄兄弟 为什么要传呢 传是救别人 传也是救自己 我记得很多年前 我的老师 他也是经历了一个很大的打击 出了一场车祸 然后整个身体就非常非常不好 那个时候他这个年纪跟我现在差不多 这说起来十几年前的事 你想想 这个正是人最有经历的时候 四十多岁 体力最好 经历最好 经历最丰富的时候 其实一般人干大事 就是四十五岁 前面太年轻 没经历 后面呢 到时候有经历了 又没体力 没经历 所以就在这个时候 他身体不好 所以对他来说 他打击挺大的 所以在那个时候 他跟我讲一段话 他说我们要传福音 而且很重要的事情 我们要给自己传福音 所以亲爱的听众 亲爱的听众 当时因为他的特殊情况 他自己也有软弱 他去传福音的时候 他献给自己传福音 让自己相信神 让自己相信神的大门 让自己相信神的意志 所以十年过去 我这个老师 还特别的积极的 在扶持住 前两天跟我联系呢 说明天要来美国 我说来吧 那边我这个 你把时间定了 那一天我啥也不干 就陪你 所以今天亲爱的听众 当你去传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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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人听到了吗 可能 别人听进去了吗 可能 别人听懂了吗 可能 别人听完有反应吗 可能 但是我告诉你 你 他听没听到 他听没听懂 他听进去 你听到了 你听懂了 你听进去 所以我跟你讲 你现在给我多少钱 你说牧师他换个工作 别当牧师了 当牧师太辛苦了 我不换 我就当牧师 为啥 因为当牧师给我一个特权 每一天我要传神的话 每一天我要传神的话 我传给张三 张三可能不信 但是我信 我传给李四了 可能李四不听 但是我听 我传给王五了 可能王五没啥反应 但是我里面已经有反应 所以今天 亲爱的 我每一天 我其实有不同的人 每一天 他们跟我提出各种样的 他们遇到的困难 他们遇到的事 我不能每个事都给他们打 有些事咱真不证明 你想想 人家娶了三四个老婆 就三四老婆打仗 这事咱们没经历过 咱就一个老婆 你知道吗 但是今天他们找到我 我总能找到圣经的话去给他们 我把圣经话给他们 他们可能不行 我把圣经话给他们 他们可能没听懂 我把圣经话给他们 他们可能没听到心里去 但是我告诉你 当我传神的话给他们的时候 我自己再一次被提醒 再一次被鼓励 再一次被感动 让我再一次更有信心 所以今天千万经 当牧师二十年 没攒下什么钱 到现在 房子还是租的 车都没有 但是今天 里面满满的些信心 啥都不怕 啥都不担心 遇到事 眼睛一闭 开始报告 所以今天 人要传说 你可谓只是的能 人要传说 你可谓只是的能 然后我也要传扬 你的大德 所以外人看到的是神迹 看到神做了大事 但是我们里面 看到的是什么 因为我们蒙受了神的爱 我们蒙受了神的恩典 我们能感受到 神的那个美好 所有的美好 中文就是德 就是德 神迹讲 我传扬你的大德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鼓励我们的地区 我鼓励我们的经历 第一 真的要 信 真的要信 昨天我在洛杉矶 我跟一对母女 打了一个小时电话 他们呢 在中国做生意赔了钱 这个房子地全没了 还有一批油斩 实在过外去了 就跑到美国来 我看他们挺困难的 我就帮了帮他们 然后大概过了两个月 他们的事 有点 有点好软了 结果两个人就开始放羊了 就无所谓了 放备自我了 不用管了 我说这事还没完呢 我说后面还有一段路要走 我说你真的就躺平了 我说今天 我可以帮你 但我不能提议你 我说后面还有一段路 你需要你自己做 我说这时候你不好好学圣经 这时候你不好好祷告 这时候你不好好信主 我说到时候 你过不去了 你就哭吧 我甚至动画家 你哭得找到你 我讲完了以后 真娘俩 若有所思的说 牧师我错了 所以今天签了 就用签了 他们信不信 信 他们不信 不可能来找我 但是他们信得怎么样 信的是 稀里糊涂 吊儿拉大 所以今天签了 就用签了 我对他们两个 这个叫训会也好 劝勉也好 今天我也在这里面 给你们分享 我们可以不信 天无居然之路 不信上你也都过 但是既然我们信 我们就好好的信 我们真的就要 拿出时间来 这个花些功夫 每一天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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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 花时间跟神祷告 你说牧师祷告啥用啊 这好多 有些事 祷告好年了 神也不听 神看千年如一日 神看一日如千年 好多事 我也祷告很多年了 我不方便跟你们讲 但是好多事 我也祷告很多年了 那上帝也没给我解决 但是我不怀疑 我在盼望中 等着神的大难 所以今天我鼓励弟兄 我鼓励弟兄妹 赞美 祷告 祷告不是 把这个 这个这个 官话套话 听牧师讲的话 才来一点 祷告是 真心的 你想的 你就跟他求 有人说咱说话 说完要让人家笑话 没错 在人面前尽量说说话 这个 我昨天晚上 我参加一个活动 都是一些 乱地当地的 有头有脸的人 我就在那 就听他们说 我就看 我不说什么 因为咱们这个 不熟悉 被讲了话 让人家笑话 但是今天 亲爱的 在上帝面前 上帝永远不会 销唤 上帝永远不会 销唤 所以今天 有一些话 你跟我都不要说 你跟我讲 我也会销唤 因为我也是个罪人 但是你跟上帝 销唤 上帝不会销唤 所以今天 祷告一定要真诚 我慢慢的 我发现 我们教会的提醒 教会的结果 慢慢的调话 祷告也专业了 我们的祷告也专业了 祷告 你用一些经文 听起来 搞到上 但是我非常清楚 不走心的 走脑子 甚至脑子想出来的 祷告就是心里的 祷告就是心里的 所以赞美也是心里的 我从心里面赞美神 不是我就跟着 唱唱歌就完了 我从心里面 我要赞美神 然后呢 我从心里面 我相信神会帮我 我就跟祝祷来求 所以今天 现代人一个很大的 就孤独 孤独是为啥呢 就没有一个地方 能说出心里话 你说的心里话 你也当作笑话 你说的心里话 明天就成为别人 这个段子了 全世界都知道 所以今天 搞的人都不敢讲 讲的也都是 轻描淡写 但是今天 你内心最深处的 甚至 难以其知 都可以跟上帝说 都可以跟上帝说 今天没有一个人 会因为他真诚 被上帝问 上帝寻找的 就是用心灵 跟诚实 请拜 所以我鼓励地用这个 我们每一天赞美 每一天祷告 然后我们每一天 传福音 人 要传说 你可谓知识能力 我要传扬 你的大力 哈利路亚 我们接下来报告 哈利路亚 Hallelujah Hallelujah 主啊 我们是一群蒙了你恩惠的人 我们是一群身上有你保血的人 我们是一群被你保血中家属卖过的人 我们身上有圣灵的眼睛 我们是属神的 神与我们同仓 所以我们就在这时候祷告 神把这份坚定的信心 深深的放在我们里面 把这份坚定的信心深深的放在我们里面 让我的每个基础 每个基础 不管是现在在线上的 还是将来有人有机会看到 这份录音录像会放的 都能深深的 被神的灵基督 让我们知道 无论有多少个祷告 好像还没有应验 无论有多少个应许 我们还没有抓住 但是神是细时的 神所说的话 句句都会 实践在我们生命当中 而不会落空 因为神自己说 祂的话不会突然而反复 所以我现在就宣告神的话 神是说 天地都要飞去 我的话 一笔一话都不会飞去 所以我就盼望 我的弟兄我们的结尾 一方面里面有对神的敬畏 另一方面 我们里面也有对神 深深的爱和感恩 以至于我们发自内心的赞美 我们发自内心的呼求 我们也真诚地传出了福 哈利路亚 谢谢 哈利路亚 赞美 你是万王之王 你万就是我们敬拜 谢谢主 奉耶稣 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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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 谢谢 好 那我们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